在近日美国媒体NBA ON ASPN 晒出了一张修斯端火箭 就像贝弗利的扣篮照 还有一小段的视频 在视频中贝弗利 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 无论是突破上篮 还是中院距离投射都相当了的 看来身体状态恢复的不错 自从在去年夏天 被火箭交易到快船之后 贝弗利就一直身受伤病的影响 在2017-18赛季 他仅仅为快船出战11场比赛 场均上场30.4分钟 得到12.2分4.1篮板 2.9助攻1.64场段 在11月贝弗利就接受了优积手术 腥腹微骨折和半月板导致塞机爆销 而没有了贝弗利的快船 在实力和精神器上 可以说下降一道 如今已经完全康复的贝弗利 可以说正边这一股气无处发泄 在本月17日时 曾有记者询问贝弗利 你如何看待乐布朗詹姆斯加盟之后的胡人 贝弗利更是代表快船提前宣战胡人 他说道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所有人 快船仍然是洛杉矶最好的球队而不是胡人 不会因为学家入而改变的 这是肯定的事情 我们球队的组成不仅更加合理 而且我们还有阵容深度 我们每晚都会拼尽全力 看着吧 下赛季我们一定会重新打进季后赛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我能感觉到我真的变得更加强壮了 我处在我这辈子最好的身体状态里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了 贝弗利是新日火箭的精神领袖 场上以玩命防守而闻名 想一想吧 如果火箭现在后卫线上有贝弗利 作为替补后卫加上内线的坦克 这是多么恐怖的组合 可惜的是贝弗利并不甘心成为替补 在克里斯保罗告诉火箭想加盟的时候 贝弗利就找到了莫雷让球队交易到快船 因为他不想留在火箭当替补 他想成为去快船打首发 可以说莫雷是征求顾贝弗利的意见 不然是不可能交易他的 不过贝弗利也没有和火箭多样的联系 仍然是休斯顿为自己永远的家 因为他的女儿现在还在休斯顿 他在休赛期也会经常回到休斯顿玩耍 在此前哈登得到MVP的时候 贝弗利就公开是好昔日的老大 甚至还对联盟大为不满 直言哈登前几年就应该得到MVP 而不是一直拖到今年 这是一种不公平 不过胡人和快船之间的通称厮杀也在所难免 快船不仅仅是贝弗利 杜易斯威廉姆斯也在上个月直言 快船才是洛杉矶最好的球队 可以说双方还未开打就火药味十足 快船已经压制胡人好几年了 逐渐有了乐布朗 胡人当然想复仇 但快船也不甘示弱 而且下三季双方必须要分出胜负 因为伦纳德友谊在明年夏天 加盟快船和胡人中的任意移植球队 谁能成为洛杉矢第一场队 谁就能俘获伦纳德的心